那 安然明王呢 他本身的观想要分三个节 第一个节就是甘露瓶 甘露瓶 他的法座从底下一个甘露瓶 甘露瓶是谁的 是阿弥陀佛的 所以用蝎字 你观想蝎字 然后再化为甘露瓶 甘露瓶中间生起一朵红色的莲花 很红很红的莲花 这很红的莲花用这个瓣 瓣做代表 瓣 大家知道瓣日 上面短一点 下面长一点 稍微弯漆一点 这是凡日的瓣 瓣 一个圈 上面有一个圈 就是瓣 瓣 先观想昼日 再变成红色的莲花 先出现甘露瓶 再出现红色的莲花 但是用昼日代表 先日就化为甘露瓶 瓣日就化为红色的莲花 再来就是艾染冥王本身 他就是瓣日 我们阿浩 这个浩日 就化为艾染冥王 艾染冥王一共有六个手臂 六支手臂 六支手臂 大家知道的 这个第一对手呢 这个第一对手呢 是持念珠跟莲花 第二对手呢 是持弓跟持剑 第三对手呢 是金刚灵跟金刚处 金刚处跟金刚灵 全身放红色的光明 坐在千叶莲花的甘露瓶上 甘露瓶上 只有三个昼日 就代表三个 先观想 那个昼日出现 先日的昼日出现 变为甘露瓶 再观想半日出现 变为红色灵花 再观想 再观想 昼日出现 变成艾染冥王